这一图当然我们要讲的是台湾银行的网络银行 基本上来讲,进入到台湾银行网络银行 这个首页的时候,它有两种登录方式 第一种是使用者登录的方式 就是你要打身份认字号,打使用者代号跟验证 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快速登录的方式 那这种呢,就是用你的手机有装我们台银网络银行随身版的APP 用它的扫描器那个图案,去扫底下这个QR Code 那这个QR Code只保留三分钟 三分钟时间到以后,就失效了 那看一般来讲呢,年纪大的人 他比较不会用这个,所以他们都会用什么 使用者登录 那先打身份认字号 打完了以后呢,再打你的使用者代码 然后再打你的验证 打完 打完了以后呢,按确认登录 他会跟你讲资料不正确,有没有 那确定 这个地方,这个跟你解释在这里 使用者代号,你玩假设忘记了 你只有五次的机会 当你五次打的使用者代号都不对了以后 就会锁定你的网络银行 网络银行就被锁起来了 那这时候呢,你必须要透过读卡机 去插你的金融卡,来解锁 那你也可以,万家里面有读卡机呢 你也可以到台湾银行的各个分行 使用他们的公用电脑,然后来解锁 他们有提供读卡机 只是你要带你的金融卡去解锁 好,那我们呢,来打一下 当你把身份证字号,使用者代号,图线证 都打好以后,你只要点这个 确认登录,有没有 就可以登进去 这时候呢,他会要求你输入的是使用者密码 那这个密码呢,不好意思 他只有三次的错误机会 当你错误三次以后 他就会把你的网络银行锁起来了 所以你要自己去打一下你的那个密码 打完了以后呢,你按确认登录 他就会进来了,进来以后 那进来以后呢,他会跟你讲 你的密码假设一段时间没有,干嘛 变更 像我来讲,我就一年没有变更了 所以他会问你要不要立即变个密码 还是你要稍后再行变更 看你需求 然后呢,你可以点 点完以后就进入到你的网络银行账户了 看得到你所有在台银开的台币,外币,黄金啊 这些户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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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